记者洪晨洪高雄报道,谢谢您的慈悲,救了我的小孩,一名母亲写了一封感谢信寄给林园景分局大辽分住所,付上了一百元,却没人知道为了什么,透过LINE群组才揭露了景源苏坤寓一举帮助仪式金钱的少年平安返家。 一名十七,八岁少年四日傍晚走进大辽分住所,表情羞涩欲言又止,值班警员苏坤寓一见状询问有何需要协助,少年所以失了身上金钱,想借五十元搭工车返回齐金住家。 苏坤寓身上没带钱,倒还是为请被秦同事照看值班台,他则到那物贵取出一百元,叫他赶快回家,别让父母担心。 大辽分住所十一日,接获少年母亲寄来感谢信,还付上一百现金,该名母亲感激的写上,谢谢您的慈悲,救了我的小孩。 不过大家犹如仗,二斤刚摸不着头绪,只有透过LINE群组询问,立刻有募集通聊回说石头学长,石头好棒棒。 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苏坤寓说,只想到要帮助少年顺利返家,没料想到借出去的钱居然会发声被寄回来,还付上一封感谢信,实在太客气了。 林远景分局分局长蔡文峰表示,苏行远景从景多年形势低调,为善不欲人知,将予以续讲勉励。 蔡文峰说,民众只要有困难,一定要到派出所寻求帮助,警方一定会为民服务。